一小时内连抢三家银行 大胆抢匪逍遥法外 美国洛杉矶警方正在搜索一名 胆大妄为的抢匪 周四他在洛杉矶市 企图抢劫三间银行 他先试图抢劫 美国大通银行但未成功 接着他到美国银行试图抢劫 但也失败 目击者表示 这名抢匪在抢三家银行间 还换了三套衣服 最后他从花旗银行 抢到了现金 终于避免了三连败的战机 他在三家银行 都使用同样的手法 他交给航员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我受过海军训练 并声称手提包里有炸弹 以威胁航员交出钱来 在第三次抢劫中 他成功带着现金逃走 目前下落不明 FBI表示 以掌握嫌犯清楚的影像 但在洛杉矶警局深入调查前 还不能公布 TOMO NEWS原创LINE贴图第二波开卖咯 快来下载吧